闸门打开第三场正式开跑啊 出闸以后呢这个迪亚斯的前速就不是特别快 在前面呢先抢出来的马匹 从外侧数起呢就是老板注意啊 还有就是这个罗马大盗 那在内侧的位置则有奥普纳基啊 现在穿越时空也是赶上去了 那在奥普纳基的身后外侧的位置有两匹马 包括了军爷以及老板注意啊 在后面的内侧位置则有站前 迪亚兹以及现金湾 那现金湾是守在第三叠的 电位的两匹马包括林家梦游以及第一碗啊 那现在进入最后弯角了 那个罗马大盗呢还是没有慢下脚步的 旁边就是穿越时空更外栏的位置 现在就看到了有奥普纳基开始加速了 穿越时空在内侧的是护驾的 那这个罗马大盗呢想要摆脱对手 但是呢外面的这个追兵赶上来了 奥普纳基先出头 不过更外栏的位置呢 老板注意呢去追这个奥普纳基 奥普纳基呢在前面有半个马身的这个优势 奥普纳基顶得住 奥普纳基赢马 跑第二名的就是老板注意 再来呢就有迪亚兹 或者是穿越时空 然后是站前第一碗 在后面呢就有林家梦游 军爷 罗马大盗 那这个现金湾就不永出了什么问题啊 走势一般呢 他最后跌到十一块钱 五块一了 大热兑现了 这个奥普纳基 他最后也只有一匹呢 林场下票的老板注意 奎洛斯的坐骑 来和他正面去较量 但是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威胁性啊 然后后面两匹年轻的穿越时空 还有这个迪亚兹 也相当的接近 还算是很正常的赛果啦 奥普纳基 我就是要证明我第四级可以赢的 今天也确实在有状态的